昨天呢大家都非常惊讶的消息 这个酿成了三人死亡 两人受伤的一个车祸 可是呢驾驶的居然是一名 无罩的15岁少年 他是呢偷家人的车 结果呢这个失控 高速的蛇行之下 撞进了臭豆腐店 那甚至家人是不知情 不晓得他把车开出去了 好你看到昨天的监视器画面曝光 真的非常的惊悚 他呢从好像是这个 转到这个是安康路的时候呢 就这样蛇行 所以就擦撞到了旁边的车辆 然后呢他就冲到了这个对象 逆向撞到了这边有一个骑士 闪避不及 就被他这样整个这样推撞了进去 好那我们再往下看到这一格呢 就这样子连人 把他这样带车这样撞进了这个臭豆腐店 那当时呢有另外两位民众在用餐 还有老板跟员工 所以呢现在呢就是三人 就是包括这个骑士 还有两名在用餐的民众 还有这个造成他们三个人的死亡 另外有两个人的受伤 好你看到整个车子呢 撞到车头都已经凹陷了 撞击力道非常的大 目击民众还说他撞到的时候 这个墙是有反弹回来一下的 好他趁着阿公出国的时候 偷了休旅车的钥匙 那他是想要到同学家 结果路不熟 而且呢是不是一度非常的紧张 所以搞错了刹车跟油门 就误采了整个车就直接失控 那其实稍早警方的这个记者会当中 有强调的是有提到啦 就是他好像是拿着车钥匙呢 去系纸的停车场去取车 所以呢他有从系纸 开回来东湖哦 这样大概有十分钟的时间 这段路程没有问题 可是可能不晓得在后面的这个状况 是发生什么事情 居然就太过紧张吗 还是什么 然后就失控撞上了 好现在造成三个人死亡 包括51岁的这个高姓女客人 在臭豆腐店用餐的 好这个60岁的陈姓男客人 也是在店里头用餐的 以及刚刚说了这个61岁的 卢姓男骑士 被推撞进了店里头的三个人死亡 另外两个人烧烫伤呢 就是臭豆腐店的41岁离姓女员工 还有40岁的陈姓女老板 现在是三死两生 好那现在这一名15岁的曾姓少年 是依照过失致死罪来送办 而家属呢 因为他未成年嘛 所以家属呢 这个法定的监护啊 也是涉嫌过失 好也被含办 那其实在昨天呢 第一时间他的爸爸 得知到这个讯息 接到电话的时候 他是非常的惊讶 根本就不知道说 哇儿子居然开家人的车出门 好那昨天呢 爸爸也算是爱子心切了 就带着晚餐呢 到警局好陪同他一起征讯 目警民众讲说 看到那个驾驶的情况呢 感觉就是眼神呆滞 应该是就是吓傻了 而且 哎他说是有点冷血的感觉 他说我觉得他应该不会开车吧 听说有一个人吐血 好同学 他的同学讲说 因为这一名少年呢 他现在是就读高一 好就读这个高职 某高职的餐饮科 好高一的学生 那同学说 三天前 这个真性少年有说 想要学开车 有人还极力劝阻 没想到呢 现在就发生了这个汗事 而现在这个少年的IG 也被翻了出来 好你看到IG上面呢 他在这个现实动态 所谓现实动态精选的部分 还有名称曲叫做什么 三宝合集啊 跟这个是摔车合集 嗯怎么感觉 跟昨天的这个车祸 好像有一点不谋而合 这个有这样的端倪出现 好现在呢 在这个昨天发生了 这么严重的意外 造成三人死亡 两人受伤 那么这一名15岁的少年 现在也被依过失致死 罪嫌移送少年法庭来审理 欢迎在休旅车 蛇行闯进市场 擦撞对象轿车 再跨双黄线 逆向撞上摩托车骑士 接着直冲角落 卖臭豆腐的小吃摊 恐怖瞬间再看一遍 两面骑士察觉有意 紧急减速 但已经来不及 灰色休旅车高速正面撞击 其中一名骑士连人带车 瞬间被撞飞 这起重大车祸 就发生在17号晚上6点多 台北市内湖的东湖市场内 东湖路与安康路交叉口 招式车猛力撞击摩托车骑士 在冲进小吃摊 搏击两名用餐客人 三人当场失去 呼吸心跳 除了三人送衣强救不治 还有小吃店店长和店员 手部腰部烫伤 统统紧急送衣 警方迅速到场 拉起封锁线调查 肇事的竟然是一名 无罩驾驶的15岁少年 瞒着家长开爷爷的车出门 疑似车速过快 时空撞进小吃摊 驾驶的情形是眼神呆滞吧 冷血的那种感觉 大概15岁 我觉得他应该不会开车吧 听说有一个人吐血 应该是欧卡 正在用餐的60岁成姓男子 51岁高姓女子 以及骑车路过的61岁卢姓骑士 三人送衣都宣告不治 行警到场竟然在照吃的少年皮包 发现烟袋 烟袋的部分是一般的电子烟的烟袋 初步排除是毒架跟酒架的可能性 15岁少年无罩上路 酿成三死两伤的悲剧 后续刑则有对警方 意义理清 记者潘建认曹丁凯 SNP小组采访不到 15岁的少年 这个偷开阿公的车出门 结果现在酿成了悲剧 那对此律师刘维廷说 车主呢 对于少年开车到底知不知情 还有有没有防范少年拿到车钥匙 会是本案理清的重点 他说如果呢 是明知而没有防范 那么未来进入到司法程序的时候 车主可能会被认定是因注意而未注意 同样会依过失致死罪来法办的 另外林志群律师也在脸书上发文说 其实在小孩成年之前 本来父母就是要附带连带的责任嘛 这个监护人 那也感叹说家庭教育的重要性 真的是不可以小觑的 这个臭豆腐垫然后造成了一个重大伤亡 那本分局立即带回少年做调查 在调查少年的过程中发现 少年并没有所谓的这个酒驾跟毒驾的形势 我们初步的采集相关的尿液血液 及这个烟蛋做检验之后 已经初步的这个排除相关的毒驾跟酒驾的部分 那我们再继续深入的调查 从车辆的行进轨迹 我们有发现少年应该是在无罩驾驶 跟行驶失控跟超速的部分 是此次案件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 那相关的部分 我们证客正在厘清中 那我们也发现这个少年无罩驾驶 他的这个车主是他的这个亲人 那我们后续也会传讯亲人到案 了解这个对于这车辆的保管 是否有疏失或者是有运营使用的部分 那因为亲人目前正在国外 我们要等亲人回国之后 我们再做进一步的调查 厘清他的刑事责任跟民事责任 那截至目前为止 少年正在询问笔录 那询问完之后呢 我们这个案子会报警 士林提前署做相验的动作 然后后续这个少年才会依 这个过失 刑法过失致死 提送士林地方法院的少年法庭 做后续的审理 那我们分局后续在追踪审理的结果 在做后续对于被害者 跟整个案件的一个处理 那内部分局以上报告 请问是否有问题提问 请问现在少年 我们回溯他的这个路线图的话来看 他从哪边来 那沿路车窮大概是多种这样子 那还有行车的状况是正常 是那个经我们调外监视器跟相关的查访 结果我们发现那个少年在东湖的亲戚家 取得钥匙之后 是前往汐止的停车场取车 那从汐止的停车场再开回 再开回东湖地区 我们推算这个行车过程大概在十分钟左右 那至于行车的状态是在 就由监视器而言是 他转进到安康街的时候 才有车辆差状 及这个急速加速冲撞的一个形式 各位还有问题吗 还有问题吗 没有的话就大概是这样的 上面有说他当下 为什么发生的状况 是加速 少年的警群比如正在询问 那这个我们从监视器回推的话 从监视器回推跟现有状况回推的话 那应该就是无照驾驶 然后跟超速的行情所造成 好OK哦 好 好谢谢 好谢谢这位 感谢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 我选K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炸造之脆 保护我在阳光下 变换肌肤老化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包园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腻 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 呵护前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烫光清爽高防晒凝露